从Cobra在2020年8月12日发布的更新之中 我们得知针对龙人舰队的肃清活动 已经进展到光明势力终于可以利用正面的雷神之锤先进量子科技 进入地表世界并且协助地表的光攻还有光战士 光明势力已经在许多母舰上组成了一支地表特种部队 这个特种部队包括在全世界整顿地球能量网格的工作团队 以及协助个人光攻和光战士的专属团队 这些专属于个人光攻和光战士的团队 会监测而且评估服务对象的发展程度 并且会帮助他们做好接触的准备 如果大家希望光明势力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个人团队 请大声附送这个指令三次 指挥十二 二十一 指挥十二 二十一 指挥十二 二十一 当你念过这个指令一轮之后呢 就会形成你的专属团队 以后大家送念这个指令的时候 你的个人团队会检查你的状态 而且在他们可以出手的时候 为你提供各种可行的帮助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 写下使用这个指令的心得与反馈 下面呢 我们回顾一下雷神之锤 雷神之锤行动呢 是光明势力在地球隔离区内实现银河法典的特别任务 雷神之锤是银河联盟的特殊机密科技 银河联盟会利用这项科技 让银河法典在地球隔离区内重新得到重视 雷神之锤科技的其中一种功能 是它可以测量所有黑暗存有 通过负面思想 情绪和行动 所散发出的量子异常 从而使所有的黑暗存有 无所遁形 雷神之锤科技 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它是一种超级坚固的拘禁空间 它可以收容各种黑暗存有 然后依照银河法典进行处理 这个后续的处理工作 通常会在木卫山的分类机构进行 现在雷神之锤行动已经全面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